全球晶片荒导致汽车业 手机业 以及电子类产品都在抢晶片 欧洲联盟日前公布欧洲晶片法案计划 资资超过430亿欧元 约和新台币一兆3700亿元的公共和民间投资 目标在2030年 欧盟市占率能三倍至20% 即美国提出美国创新既竞争法案 欧洲也加快提出相关法案 来应对过度依赖亚洲制造的晶片问题 并公开表示台湾在半导体制造领域 有非常重要地位开放台湾企业合作 台湾是非常重要的地方 欧洲晶片法案主要计划增强欧洲在半导体供应链的安全竞争力与韧性 欧洲晶片法案主要计划增强欧洲在半导体供应链的安全竞争力与韧性 欧盟也在官方文件中明确纳入与台湾加强三观合作 对此我国外交部也回应表达高度欢迎 特别在后疫情时代 台湾与欧盟在半导体等全球供应链重组 具有广大的合作空间 台湾与欧盟